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我念中学的时候 那时候我学习也不太好 经常偷偷去录像宾看录像 我看好了《蝶雪双鸣》这个电影 他听到男女主人公在谈说 想换一个环境 想去看大海 在我十七八岁的眼睛里头 开始有泪水 因为我突然想我没见过大海 我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你这种情绪带给了我这个电影 专注的冲动 声名确起的贾张科 现在越来越受到大学生们的欢迎 高校校园成为了观摩研讨贾张科作品的影院 之所以贾张科能够引起青年人广泛的关注 不仅是他自身的真诚坦白 更主要是因为他的两部已经飞升国际的代表作品 《小五》和《站台》 《小五》完成于1997年 他通过描述一个小偷的友情爱情和亲情的经历 展示了中国北方一个内陆县城的面貌 和其中人们的生存状态 其实熟悉贾张科的人大多还是从他的早期成名作《小五》开始的 在那时候贾张科这个名字还远比不上《小五》中主人公的小偷身份令人惊奇 很偶然《眼镜小勇》这个演员有一段时间是看守所的干净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中学同学是一个小偷 在他的那个看守所里住看守所 他跟我说说 我说你们聊天不聊天 他说聊天啊 说跟外面一样也聊天 他说那你都跟他聊什么 他说这小子老跟我聊哲学 所以人为什么活到什么很情而上的问题 说实话我听了很震动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一个小偷他也在探索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对我来说很震惊 这是影片《小五》中的一个情节 小五得知以前的哥们要结婚 却没有通知他 他很生气 拿着钱去送礼 结果被拒绝 理由是他的钱不干净 这让小五很郁闷 上去 逼啊 钱 稍稍稍稍 喝上去 我走 我走 你俏里的啊 我哪里 我有好几个同学 小学同学 上到小学五年就不念了 就在街上混 后来就变成小偷 那我对他们是很清楚的 因为小的时候一起玩 一起 在一起 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说 他好像一个职业一样 有很多人不小心就变成了小偷 然后当这个城市所有 这个县城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是小偷之后 他不得不从事这个职业 因为他已经没有办法选择别的职业 小五获得了第四十八届 柏林国际电影节青年论坛首奖 沃尔夫钢斯道奖 对于导演本人 国际评委们认为 我们相信贾张科一定会和莫雷蒂 阿巴斯 武迪埃伦一样 是一个能够成为帮助我们 保持人的本质的导演 凭借着小五获得的若干国际奖项 贾张科已经在世界影台上出现锋芒 望着眼前的成功和荣誉 只有贾张科自己清楚 在他年轻的生命中 曾经有过多少曲折而又艰难的付出 出生在焚羊的贾张科 像所有现成的孩子一样 把童年时光倾注在了街道上 他的学习成绩不仅没有显示出 日后作为一个知名导演 所表现出的出类拔萃 相反 起伏不定的分数 让他的父母操心不已 贾张科的心思的确没有放在课堂上 他的注意力早已奔跑在 时刻有着各种热闹发生的街道上 对一个孩子来说 最强烈的还是自己的真实的内心世界 那样的躁动 你怎么能坐得住呢 街上又开始游 游 打把是卖艺的了 街上又开始在游街 在审判人 街上又出了什么事情 街上哪一波 跟哪一帮又打起来了 因为他是真实的此时此刻的生活 那就不得不溜出去去看 去到街道上 我觉得很多是你要去看去学去体会的 那那种东西他都在街道里 他不在枯燥的书本里 他不是什么爱啊 人性啊 母爱啊 这几个干燥的词能够解释的 是你要站在街上真的看一个母亲抱着一个孩子 那个孩子在哭泣的时候 他也在哭泣 那一幕 比那几个枯燥的文字要好得多 当然 街道上的收获也会产生副作用 那时候我们那只有一条街道嘛 我们每天下午站在那儿 你都能看到 突然一辆自行车 就逮一个人满头嗜血 哇 从车站的方向往医院的方向跑 你知道他打架了 给人家把脑袋给开了 每天都是看到这个 触目惊心 无聊和无知引诱着青春的躁动 因为一个眼神 一个玩笑 就将鲜血甚至生命 挥霍殆尽的情景 一个个展现在贾章客的眼前 在那个血脉喷张 而物质匮乏的年代 说教变得苍白 价值观开始扭曲 放纵的青春所产生的极度快感 让贾章客从校园走到了街上 因为有很多朋友在社会上混嘛 我也是很爱混的人 很多那种我们那里街上走的人 都是我小学同学初中同学 等于一直我跟他们都在一起 那免钱中学念完之后 我是特别不想读书了 由于父亲的坚决反对 贾章客被迫离开坟阳 到太原的山西大学美术班补习 准备高考 一来报考美术专业比较容易录取 二来换个环境 对贾章客的成长也许是件好事 但对于贾章客来说 刻骨铭心的青春记忆 却让他有了一种无法抑制的表达欲望 我觉得在我成长过程里面 我感觉特别动荡 我觉得很多事情让我目不暇接 很难以适应 慢慢的我觉得人是有一个命运的 就这种命运的感觉 让人特别沉重 可能我也有点宿命 就觉得开始心里头积压很多东西 想说话 我觉得这种表达的需要是 真的是跟自己的经历是很有关系的 它不是说你突然就想去表达 真的有些东西没有办法忘怀 忘记 于是在高考的重压下 贾章客开始尝试各种各样的表达方式 诗歌 小说 绘画 但没有一样是他的心仪 直到有一天 他的一次偶然路过 才让他做出了改变一生的抉择 那有一天我就在太原的时候路过电影院 那电影院里正在放黄土地 我那时候对电影没什么概念 当然也很喜欢电影 但没看过黄土地 我就进去看 没看完我坐在那里就是我 我要干这个 我要拍电影 因为第一次看到一部电影 你觉得他那么失忆 跟以前的电影完全不一样 让我看到了电影的很多可能性 而且他那种表达方法 让我豁然开朗 我觉得这不是我 正是我自己喜欢的那种方法吗 那个时候我觉得人都是有顿悟的吧 就是说突然就找到了自己 自己喜欢的生活 可是贾章科的想法 在当时并没有得到父母的支持 出于我们来说就是考三个大学就行了 他就是非考电影院不行 第一年考的时候我们心里根本没谱 感觉到那个是虾难难 一点谱都没有 就基本上是不太同意 认准方向的贾章科开始了不懈的努力 从此 焚羊街道上少了一个 无所事事的混混 而现代中国电影界 则多了一个勤于思考的导演 只是这条成长的道路 对贾章科来说 却远不是那么一帆风顺 1993年9月 连续参加了三年高考的贾章科 进入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 我入学的时候 我是不是正式的学生 那我系里老师就问我说 因为考了好几年都认识了 他们说你们 你先来读书吧 你来旁听 然后其他的手续 我们再慢慢再说 你愿意不愿意 而且那个时候 那个选择可是很难的 因为那种滋味 你要知道就是 因为你进去的时候 全班12个同学 你是一个另类 对 你是不是属于这个集体 你都怀疑 别人怎么来看你 身份的异类 或许更准确地说 是身世背景的自卑 让这个从现成走出来的青年 开始全身心追逐电影梦想 就在他刚刚跨入 国内最高电影学府门槛的时候 张艺谋 陈凯歌等第五代导演 已经扬名立万 成为中国电影里程碑上 高高飘扬的旗帜 江文开始拍摄他的处女作 阳光灿烂的日子 张元完成了他的北京杂种 此时 贾张科最需要学习的是 什么叫镜头 出入校门的贾张科 给大家留下了这样的第一印象 他目光有一点躲闪吧 现在互相起来 那肯定是 就是他那个从外地来上学 然后呢 那样的一个背景 他见到老师啊 什么可能有一点点 最早的时候 有点点躲闪是非常 非常正常的 而且当时他有一种 有一种那种东西 就他自己说过 你们可能也知道 就是他要考电影学院的时候 他没敢考导演系 因为他主要是要考上一个学校 专业并不重要 主要是奔前途嘛 他自己说的 大家说导演系非常难考 所以他考的文学系 而且是考的电影理论的 因为他认为这样的话 比较容易上 我参加军训回来 就看到楼大里 总有个人爱唱歌 特别活活 然后因为我刚来的时候 对电影那个了解不是很多吗 因为我是高中生 直接考上了嘛 就是对电影这东西不是很多 然后当时就听说 听到他老师在 对一些电影发表评论啊 什么的 热情的贾张科 至少比同年级同学大四岁 阅历的丰富 让他对学弟们表现出更多的关心 95年代考试 我就是 就说没有什么 就是跟你讲 就是说考试的时候 你只要老是问你什么 知道就知道 不知道就不知道 就感觉到非常的热心 因为他 我们在这个交往的过程当中 他当时拍摄一个纪录片 拍摄一个考生 他就知道我 原来在重庆 自己写小说啊 自己怎么奋斗啊 这种经历啊 就是说互相能够理解 因为他考电影学也是 也是有一番经历的 那么就是说 其实是一个 江星比他能够理解你的处境 就特别热情 然后 我记得是 我记得是考完试了之后 已经全部考试完了之后 请了老师吃了一顿饭 就是贾张科 帮我请的贾张科 在电影学院文学系学习的贾张科 一心想做的却是电影导演 于是他开始了坚持不懈的努力 似乎想把昔日在街道上挥霍的时光 在图书馆里都补回来 贾张科学电影理论的时候 还是在他们班 还是一个非常用功的人 我觉得我是非常用功的 我现在我经常翻 我那个时候做的笔记 我每天看电影 都要写很长很长的笔记 然后在学习里面 用的时间非常多 然而依靠一个人的力量 是做不成电影的 贾张科开始寻找 志同道合的伙伴 他有两个最要好的朋友 一个是王洪伟 一个是顾征 我那时候在聊一聊 他聊吧 就当了隔一个房间 就比较近 反正是因为大学院吧 人那会儿还是比较少 就进修的乱七八那些 没那么多 所以那会儿 在班上人本来比较少 然后就聊的话也挺好的 他是一个特别有社会责任感的人 他能敏感地 感觉到当时社会的变化 在观摩了某些粗质烂造的 国产影片后 三个人有了越来越强烈的共鸣 特别气愤 就说这几百万就这么扔了 就谁也不管 国家出钱花了几百万 百分之一百没有人看 或者就是组织人卖票进去看 我说这个有什么意义呢 我也想了 我跟顾正对他 因为顾正给我也有宿舍 所以就是说 我跟他就是聊得也挺多 慢慢你会变得很愤怒 为什么我们不自己去拍 拍我自己心里头的事情 于是三个电影青年郑重决定 成立北京电影学院青年实验电影小组 小组的第一部作品是 15分钟的纪录片 有一天在北京 当他们在电影学院宿舍放映后 反应不是平平而是根本没有反应 首战告负 三个热血电影青年被砸得有点发懵 但贾张科没有动摇 有一天下午我在图书馆阅览室看书 然后他就走过来 他说你愿不愿意当我副导演 这回贾张科拿出的剧本叫《小山回家》 描写了一个在北京打工的青年小山 准备在春节前回家的故事 小山有好多同乡在北京打工 但都不准备跟他一起回去 最后小山也没走成 剧本情节没有争议 但在选择演员方面 贾张科的决定却出乎了大家的意料 他要用王洪伟做主演 就贾张科弄完剧本之后跟我说 剧本之后还弄剧本的时候 就说你来演 当时我就肯定不行 因为我觉得我不可能去演戏 当时包括电影学院老师 传达的那种观念那种东西 就认为王洪伟是最不可能 当男演员的一个人 我熟悉王洪伟吧 我知道他内心世界 还有我特别喜欢他的样子 选演员我觉得很难你用 用理论或者你很调理地说 我为什么喜欢这个演员 他就是一种气 你看到他你就觉得是你电影中的人物 由于贾张科的坚持 大家最后还是有保留的同意了 这大概就是贾张科专段的开始 但也就是这种专段 才使得王洪伟一眼而不可收拾 直至上了法国电影手册的封面 1994年12月30号 小山回家 在北京邮电大学正式开机 五天的拍摄计划 在前四天里进展顺利 到了第五天 却发生了变故 当时没有拍结尾 就是他剧本上写的结尾 他没有拍 我们那个机器是很便宜 从光明日报借来的 那个机器必须回去 他当时特别难受 看着摄影机拿走 我一个人蹲在西指门路边上 我不肯走 我就特别难受 因为你没拍完你知道吧 临时设计的结尾 然后我们当时在新街口拍 然后他们有个人跟我们说 我们两个小时以后 就要把机器拿走 然后贾安科就想了个结尾 最后把说 那干脆我们去西指门 西指门那也不是有很多剪头发的 就在当街剪头发 说就跟王宏伟商量一下 你能不能把你头发都剪掉 然后也就同意了 然后我们就走到 走二十分钟 从新街口走到西指门 然后把他头发剪掉 那就是当街 1995年5月20号 小山回家在电影学院618宿舍 举行了首应试 十七八个人吧 床上上铺啊 什么都有人 有的人看完就走了 有的人看完的 看完之后 所有人都不说话 都走掉了 那我已经知道了大家的态度 我知道我在小山回家里 我有非常多的问题 因为第一次拍电影 那么我也知道 知道在小山回家里面 我觉得我自己的很多东西 还是非常模糊 我的价值观 我的电影方法 我关心的人群 还是非常模糊 但是我不相信 它一无是处 因为我觉得 我竟然投放了感情 在这部电影里头 那一定有 最起码有一些感情的价值吧 然后那时候 我有一个制片叫张涛 他就说 那我们拿到外面去吧 那我们就去了北大 北大学生那种 社会责任感 天人比较强吧 他敏感地读到 他里头那种 对中国 对当下社会状况 有些关注吧 所以他们很兴奋 我们在参加完那次观摩 也就特别有信心了 我觉得我们可能 这种做的方法是对的吧 大学生们的交流争论 让实验小组的成员 看见了小山回家 影像后面的意义 贾张科们的电影热情 陡然高涨起来 而在1995年里 热情高涨的不只是他们 张元在拍摄电影《儿子》 楼叶在上海拍《威情少女》 王小帅开始准备他的 《扁当姑娘》 相比之下 以贾张科当时的成绩 还谈不上寄身其中 他需要等待一个机会 1996年3月20号 当时的戏剧电影报上 一篇叫做 《我们是一群电影民工》的报道 给贾张科和他的实验小组 带来了转机 他拍了第一部片子 《小三回家》之后 当时是戏剧电影报 需要一篇文章 就是报道他们 我当时就写了一篇 《我们是一群电影民工》 就是写了他们这个小组 成立到拍摄片的这个过程 这应该是国内的第一篇 关于贾张科和他的 新电实验电影小组的 在主流媒体的一个报道 这个文章发表以后 就电影双周刊的记者来访问 来访问就带来了 说有这个独立短片展的信息 1996年12月 《小三回家》参加 香港独立短片展映活动 获得了独立短片 及录像比赛剧情组金奖 我最重要的两个合作者 都是在那个短片展认识的 一个就是我的制片李洁明 还有一个就是我的摄影师 于立卫 那时候于立卫 他自己导演和摄影 拍的那个纪录片 《美丽的魂魄》 得了最佳纪录片奖 《小三回家》得了最佳剧情片 但我在他的纪录片里头 我看他的摄影我非常喜欢 他看我故事片也很喜欢 回外我们就聊天 我们说那个 我们为什么不一起做一个计划呢 《小三回家》 让贾张克的另一个收获是 他在拍摄中 结识了剧本统筹朱炯女士 后来朱炯成为了他的妻子 甜蜜的爱情 理想合作 让一路跋涉的贾张克 开始发现前面风景独好 我觉得电影经验是要是一个完整的经验 我那个时候可能比如说《小三回家》没拍完 没拍完缺几场戏 我没有放弃他 我仍然要把它剪出来 想办法剪成一个作品 那剪完之后没有地方放 我就带着他去大学放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等于是从筹备这个电影 到拍这个电影 到推广这个电影 它是一个完整的过程 虽然我们很低级 很原始 很简单 那么的贫困 但是这个经验是完整的 它不仅是拍了电影 而且还有就是 你经历了电影 应该经历了一些步骤 最后来跟这些朋友聊天 我都说 就如果你去拍一个东西 哪怕你拍得再差 你觉得那个素材实在没法看 你要把它剪完 你要给人家看 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 最后我们得到的不是这部电影 是拍这部电影的经验 那可能下一部会做得更好 《站台》是贾张克的第二部作品 拍摄于两千年 影片讲述了一群县城青年 在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末期 不知所措的生命历程 你们三个人就猛跑 真的是放开跑 你在后头举个棍子猛追 真的是 也别打了就追着 但嘴里要骂 你嘴里要骂 用平摇话骂 打死你 吵你们打死你 你们这 就跑就完了 你们跑的时候也得喊一点 也不能说一点声音都没有 来过来 我自己的创作跟我的经历关系比较密切吧 在这个成长里面当然是闷闷懂懂的 但是到了我二十多岁时候 我在回想那 分阳的生活 因为我离开分阳 开始有一个距离来 再看这个环境 那我觉得就说 有很多事情变得非常清晰 你离开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事情才变得珍惜 清晰 时间越久远 那些回忆越来越明确 贾张科把对焚羊的记忆 还原成了影片的情节 那竹子上口的 两块骨 什么两块骨 两块骨 两块骨 来能动哈 能动呀 你动 动啊 动啊 来信了 还不行啊 工人 出了那口上干活 农民呢 下子 我问你工 这个不该能 我问你工资 不该能不能 只有你们的搞资产 你一趟 不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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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 来到这边来 到这边来 先过来 先过来 一会你要我伍子拿来 就这么怕 我告诉你怎么怕 你们一边 你看现在就没有棍子 可以打他 踢他什么的 就一直走啊 看 跟着我来 跟着我来 来来 来 还有一个小伙子呢 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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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跑到这边啊 你先打几下 打到这边 你蹲一下 你这样蹲一下 然后你们就 踢他几脚 你们就往那边跑 好吧 来 走一遍 咱们走一遍啊 咱们走一遍啊 好嘞 没问题 等我去 来 赶紧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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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首先不武 这样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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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 好 往右 好 打 打 快打 好 那哥们儿冲出来 对 你们再打 走上去打 好 来 三个家伙子 往前面跑 往右拐 你就蹲在那 你就蹲在那 绿衣服就蹲在那 好 你往右 往右拐 来 往右 快 起 好 就这样啊 看你啊 就这样啊 你看着我啊 你看着我啊 就这样啊 好吗 好 刚才你们跑到那个地方 不要分一下 还点快 封死了 好了吗 不应 打开这边 好 来 准备吃饭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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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 生活的环境很 很 很很很 很封闭 那年轻人那种活力啊 他被激发出来了一种 呈现了一种非常活跃的一种生命气氛 你比如说为什么那么爱打架 那就身体里有热量 他释放不出去啊 他不像在北京可以跑到帐库去听音乐 他不像现在你有各种各样的爱好上网啊什么 那个时候出了时间 除了站在街上看人 没有别的事情 我记得是在8月15那一天 因为我过中秋节的时候 那个都放假 那天中午的时候 开始学自行车 到晚上的时候学会了 然后学会之后 偷偷就骑车 第一件事情就是 离我们县30多多里 就15公里有一个县城 在那个县里头通火车 我们一直骑过去 骑到那儿去看火车 等了很久 终于有一个火车很慢的从眼前开过 那心里头那种感觉是非常 不是喜悦也不是悲伤 什么就是一种 我觉得是一种失忆 非常失忆的一个感受 说不清楚 然后天快黑的时候 骑车回去了 一路回去的时候 有时候有时候 回去的时候 在暮设里面 那么小的孩子都不说话 我觉得我忘不了这个事情 anyway nou 你们仍费立十步 中国人 后事 我的心在等待 永远在等待 我的心在等待 完成站台之后 2002年 贾张科又拍摄了 低威作品《任逍遥》 并凭借该片 入围第55届嘎那电影节 就在贾张科相继完成了 《小舞》《站台》《任逍遥》的同时 姜文的《鬼子来了》 王小帅的《十七岁的单车》 楼叶的《苏州河》 张明的《蜜语十七小时》 王超的《安阳婴儿》也相继问世 一时间 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 中国影坛上 第六代导演 星光闪烁目不暇击 而人们更多关注的目光 则集中在了 这个三十出头的 山西青年身上 贾张科是九十年代以后 中国电影的 非常重要一个电影当中 他给我们启示的很多东西 就是说 真正的一个艺术家 他应该坚持自己 对人性的这种关注 进一步说 真正的一个艺术家 他必须把视角 要脱离开个人的一些 喜好性的东西 而个人的这种很狭隘的一些东西 要看到普贩大众 或者普贩社会的各个层面的东西 我感觉到贾张科的这个重要性 一直在这里 他从内陆过来 然后他没有忘记这种内地的生活 他遵循于自己的经验和记忆 然后他用自己的经验和记忆 恰恰他非常好的 就是中国的这种变迁 包括就是这种 所谓现代感很强的 他是在一个 他为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 是在怎么样的一个背景下发生的 他很清楚 记忆需要什么东西 应该走什么一个路子 想让他非常的坚定 就那个东西 他冲着那个东西去 他总想要做出一部 他的每一部电影都要让大家喜欢 都要做得能够让自己能够心宽地去 这是我的电影 面对着褒奖和赞扬 贾张科始终是这张 内向又略带羞涩的面孔 而在他的内心中 他却清醒地认识到 他是从哪里来 又要到哪里去 我知道我自己来自什么地方 我觉得像分阳 像那种基层的社会 像农村 我觉得是一个遮蔽掉的世界 在那个世界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那样的角落里头 人们是怎么生活着的 人们的情感是什么样子 我在电影里看不到表达 但是我了解那里 那是我的生活 所以我觉得既然我有机会 接受电影的教育 我为什么不去拍我自己生活 我把遮蔽了我们生活的幕府 给它撕开 那这个东西说起来就是 就是一种责任感 那这种责任感 你可以说我是太浪漫 也可以批评 我是不是有精一意识 我不管 但是那个时候 我就是有精一意识 我觉得我要坚持 我的表达 不管有多忙 贾张科每年都要回家两次 一次是在夏天 一次是春节 我一年在家 没有十几天时间 我感觉父母非常孤独在这边生活 没有机会更多的说话 都不知道他们每天怎么度过 他们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那我觉得一个家庭的一个男孩子 我觉得他是应该有家庭的责任 但我没有尽一天责任 那我觉得我这种复究越来越多 我的老家呆 媽,睡老家了,到這來了,肢弟睡著你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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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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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等著我,對吧,媽,等著我,對吧? 媽,你不要笑到,好了,好,我拿下去,走,走,你只要挺可愛,你以為自己包,對不對,而且可以炸一包,我都來,有一個人,炸一包,穿多少,又給人買了,也要買好了,有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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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哈哈哈哈 都宰了 哈哈 银子 木辣 银子不宝 银子不宝 那可能是有人插锅了 又一回都宰了 宝的 这都足够了 这是俩修弄 好 拿了哈马炒的时候 又不拿了 最重要的是照片 嗯 都搬好了 都准备好了 不用银子 不用银子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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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省了很多钱了 不然你自己家朋友给他银子 吃点 钟xe 就换了 不用 整个 不用 这些就都做了 不能 在父母的眼中 飞升海外的贾张科依然是个孩子 而在穿梭于世界各大电影节的贾张科看来 焚羊老家才是自己最平静的港湾 我每次我回来之后 我躺在我的床上 我在那从15岁开始躺在那个位置 一直到现在 我特别喜欢中午的时候睡午觉 午觉醒来的时候 人还懒洋洋不想起 因为我们家离那个公路很近 能听到公路上 在那个车飞驰的时候 那个空气的声音 呼呼呼的声音 那那个时候心里头是特别的 特别的平静 特别的舒服 对这就是家我觉得 眼见着儿子事业有成 父母当然是满心欢喜 同时他们也了解 儿子的工作有多辛苦 所以对儿子的要求只有一个 只是一个电话又能了却多少牵挂呢 父母的心思 儿子最清楚 我的父母和姐姐 其实从心里头 他们希望我能够 再回到生活里面 因为我觉得他们其实觉得我过得不好 在他们的价值观里头 我觉得安稳地过日子 非常规律地生活 是最幸福的事情 你出名 你拍电影 你得到荣誉 对他们 他们跟他们没关系 他希望他的儿子是这样的 这样的生活 今天我们吃饭这个小饭馆 我坐在那我就觉得非常舒服 我吃了家乡的菜 完了窗外又是往来的人 他们的形象 他们的样子又是我特别熟悉的 我觉得就是回家了 非常踏实 非常自然 周围的很多人都认识 都见过 说起来都有关系 可能是一个陌生人 可能东说西说 他可能是我同学的邻居 可能是我朋友的什么亲戚 都有可能 那这种人际关系 是在城市里头 很少能体会到的 那城市里面也有很多朋友 那就是朋友 那在这里头很多陌生的人 甚至你们都会有关系 这就是县城的那种魅力吧 也是县城 让我感受到那种人际关系的那种 那种温暖的东西 就在焚羊这样的一个小酒馆里 平易的贾张科 与同样无拘无束的儿时伙伴 在热切地回忆着往事 的确 无论外面怎样的灯红酒绿 无论领奖台上怎样的鲜花掌声 也改变不了贾张科 对亲情的依恋 对友情的珍视 对故土的挚爱 当他用青春的记忆 点燃自己年轻的生命的时候 我们期待着 他更深切地关注 会启发更多的思考 绽放更多的感动